家庭真的是本 像接下来这个 即使他得过了 阿卡贝拉国际大赛的冠军 但是在山里的父母亲 仍然担心 没有种田 怎么能够过日子 在奥地利全人声合唱 阿卡贝拉国际大赛 唱爵士乐版的泰雅鼓调 得到冠军 2017年 他们已经得了 六个国内外大赛 团圆中 叶家姐弟的爸妈 还是很担心 我真的很小的 我就打电话 在台北 就什么 他们不常打电话 是不是不好意思吗 还是 这个生活过得不是那么好 不好意思打电话给 这个就是 老师再来讲 泰雅族的怀念歌 唱出分隔两地的人们深深的想念 虽然不一定互相了解 但总是思念 我是他最后担心 哥哥姐姐们都生小孩 都结婚到有家庭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我不希望你到老都是一个人 山里的爸妈有点急 沉迷的孩子虽然谋生不易 但不放弃理想 好好久久地唱歌 疗愈人心 我在台北的姐姐和弟弟回家 叶爸叶妈好开心 虽然昨天才因为腿上的蜂窝性组织炎复发 又进了医院 今天还是急急忙忙回来了 开着小货卡载着家人朋友 上山看果园 他觉得山上这个地方 是大家的起源 你们如果有需要 你们都可以回来 是不是是你们的家 歌声最清亮的姐姐 读书最多的弟弟 却没有走父母眼中稳当的路 当果农或军警 老师 反而是组团把唱歌当职业 爸妈一直担心 种了十多年田氏 舍不得果树更舍不得孩子 担心孩子在台北谋生不容易 就算脚伤 蜜蜂丁 爸爸妈妈大哥 还是坚守着田氏员 咬了七个 然后马上就下山去打针 马上下山去打针 对 再回来 套呆 他们每一颗每一颗 是一颗一颗套了 有几万颗 他们就他们三个人 花了一个多月这样套 家的记忆就是 大家一起在田里忙 帮忙搬肥料 过果树 因为他们套袋 不准备会套袋 就施肥的时候 施肥的时候 全部都会叫回来 因为施肥爸爸要抬一包 几公斤啊 二十五公斤 要两百三百包这样子 三百包他们 你丢太多了 你丢太多了 哎哎 不能了 你看我丢这样就可以吗 这样就好了 对啊 你怎么 你不能抓一把 家的重量 在心里总是这样实在 爸妈的碎念 肥料袋的重量 枝头沉甸甸的果子 虽然每次回家帮忙都累得要命 但让你累的 也让你忘不了 家乡爸妈是最忠实的歌迷 情感上很实在地支持着孩子们 在都市中奋斗 过去 只要是没有农忙的话 就一定要去 因为在山上 没有办法一直到外面学情 那所以诗班常常就有很多 阿卡佩拉的方式 就是没有伴奏 唱歌的情感 我觉得都是在教会里面 学到很多 还被妈妈背在背上时 姐姐维珍就学唱歌了 来教会带夏令营的大哥哥 发现叶家姐弟的天分 帮他们编曲 从弟弟高中时开始 组团表演 刚开始是这位大哥哥赖老师 带着四姐弟演出 最开心的表演记忆 却是回家乡表演 爸妈来看 我记得爸爸就是在 爸妈就在台下 那时候主持人就介绍 这个是来自我们自己的 就是这边自己人的团 然后他的爸爸是谁 然后就会指的一下 然后爸爸那时候 通常就站起来 开始组团的前两年 没有什么乐理基础的弟弟孝恩 想继续唱歌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 我刚才的前团长 我就跟嘉庆讨论 我就问他说 我喜欢考音乐系 你觉得可不可以 他跟我说 不可能 决心要唱歌 跟着老师上台北 恶补钢琴和声乐 花了两年真的考上大学 也跟着老师学做音乐后制 这期间哥哥姐姐也结了婚 多了孩子 但现实还是逼人 老师要南下教书 哥哥们为了生计 回乡从农 忽然就是只有剩我们两个人 那两个人其实没有办法唱的 那只剩下我跟孝恩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蛮恐慌的 就算是金曲奖得主 还是得自己拼前途 舞台上风光 下了台担心还能不能站上台呢 姐弟俩开始拼命透过朋友 找新团员 也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甚至改过团名 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说 怎么办撑不下去 可是我的理念 我跟姐姐的理念 比较还是很想唱 可是撑不下去怎么办 然后就就是 我们也是苦撑硬撑 然后就也找到了 就是巴塔跟黑黑 他们谈了 找来台中大男生 排湾族女孩 重组的私人团 终于能继续唱 他们还是有心维持一种 单纯和谐的音乐风格 给听者一片纯净 就像单纯的 永远等待他们的家乡山林一样 家乡父母的担心 也很单纯 孩子们吃得饱吗 只有两三个 那个地瓜只有两块而已 后来我一直吃四桶 四锅啦 四锅嘛 一锅不够 说你哪里来 我就大八千山 爸妈去台北看孩子 爱吃青州小菜 边吃边担心 地瓜那么少 台北物价好高 对 地瓜那么贵 也没有什么收入 我想说他们老真的要怎么活呢 要怎么活呢 我们是担心他这样的 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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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实都有讲 每天都会为我们祷告 跟我妈他们在睡前 他们两个就会坐在一起 然后就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爸祷告很长 他祷告都很久 他可以为我们祷告 十分钟都不会停那种 我记得最久半年 都没有回家吧 大学的时候 他会 他曾经有一次打算跟我说 就打电话来 然后跟我说 你还知道你有家吗 也有得过金区奖 金区奖之后 我想说还是会好 结果他们走这条路到现在 还是看不出什么 还看不出什么颜色来的 我还一直默默地还在祷告 总是被念 没有常常打电话回家 但是生计逼人 城市生活要烦的事情太多 我们不是太知道 要怎么去接案 几乎90% 甚至90以上的案 都是打电话自己来邀约的 老师没办法再帮他们接案 换成员又换名字 市场竞争又大 知名度等于一下子骤减 好像有半年的案 都非常非常少 我们几乎是用我们自己 还的存款在维持 也不是维持团的生计 几乎不是团员的生计 只是维持团基本的开销 很多人砍价是砍得 非常的夸张的 甚至可能只有 一点点车马费 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 cover我们的生计 甚至连不付钱的客户 都遇到过 尖色的现实中 还是要唱出 甜美抚慰人心的歌声 应客户要求 他们甚至开始尝试 改编泰雅谷调 融入爵士风 新团员要背起泰雅歌词 了解内容 这不是最难 最难的是 本来是有趣的创新 但反对声音 竟然来自家乡 我们练好唱给爸爸妈妈 或是亲戚族人听 他们都觉得 为什么把我这个 变得真奇怪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各种挫折起来的时刻 姐弟两只倒得稳住脚步 搞清楚母语说什么 咬字断句要对 重新编曲 泰雅孩子唱泰雅歌 就得像样 就怕电话里听不清楚 让孩子们唱错了 要唱泰雅歌曲录音前 爸妈都会放下果园工作 开车到台北录音室 盯着陪着 其实也是句句 其实很蛮希望 或者蛮开心的能够来 因为就是如果 他来等于放松嘛 比较多是他听我们 唱原住民歌 他可能觉得味道不对 或是怎么样 他会可能有时候会讲一下吧 最近比较没什么讲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都会讲说 那个不是这样唱哦 回到初心 爱唱歌的源头是山里 家里 唱得最舒展快乐的童年 夜深爱 好 好 好 妹妹等我响起 你对我的爱 那么高 我就跟你说 不要 想让更多人听见泰雅歌声 鼓调 民谣 也可以融合现代曲风 安慰更多人的心情 所以年轻人还想为理想再拼一下 希望爸妈别着急 别担心 好个地方 亲爱的余祝 带领我响 我们做的东西也是 我们的梦想的事情 然后他们没有做任何的阻挠 其实还蛮感谢 而且很感动 呼呼 你能够拖起 你能够拖起 好不好 有有有 电话来 帮忙 离开